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是Dr.T aka 看你老師今天為什麼又將我自己的G63拿出來講呢 因為呢 它即將要變成一個新的面貌 那在之前的影片當中呢 老師就已經有跟同學們講過 這台車子即將會變成一個不一樣的面貌 但是一直沒有執行 因為呢 不只我們設計沒有敲定以外 當然就是我們的一些改裝零件都還沒有到位 所以一直Delay 不過這一次真的要進去了 因為再過兩天呢 老師自己的G63就直接進場了 變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樣子 同學們你們猜得出來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嗎 顏色會變嗎 記得在我們影片下面的留言欄呢 再跟老師講一下你們的想法好不好 不過再次還是要重複的提醒大家 最近我們台灣正在防疫當中 所以同學們如果不用出去的話 盡量不要出去 在家裡多多看老師的影片 然後盡量避免還有降低就是群聚的這個機會 因為你看 老師的這個影片當中 我很少做群聚的這種機會對不對 所以同學們 我已經都做出類似這樣子的防禦措施了 所以同學們也一定要多一點原則好不好 不過今天的影片的重點呢 就是要跟同學們分享一下 老師擁有我這台G63一年 將近一年的時間當中呢 我對它的喜歡跟不喜歡到底是什麼 那麼同學們如果也想要 入手一台這個年份的G63的話 有什麼事情是你必須要注意的 在此呢 老師想說特別拍這個影片呢 跟同學們分享一下 我的一年擁有它的這個心得好不好 不過再來我們今天更詳細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老師擁有這台車一年的這種擁有心得呢 我們先感謝一下我們的贊助商 也就是台灣的REBUCK OMG 他們呢最近寄超多 超多的鞋子來給老師 那這是我最新收到的包裹 所以呢迫不期待的跟同學們分享一下 不過呢有些鞋子呢 我暫時還不想要跟大家宣布這麼快 因為呢到時候會在我的MV當中出現好不好 這一次REBUCK又寄什麼來 我跟你講我最興奮的就是 這一雙 我已經跟同學們講過無限無限次了對不對 Alan Iverson呢 是我們這個年代的老屁孩呢 最喜歡的其中一位 NBA傳奇籃球明星 所以呢只要是跟他的鞋款有關係的 這些發現我都非常非常喜歡 而且都密切的在注意 我最喜歡的這一次 我們REBUCK寄來的其中一雙 就是這一雙沒錯 也就是同學們現在看到的 REBUCK ANSWER4這一雙鞋子 這一雙鞋子來頭真的不是在開玩笑 怎麼說 因為當年2001年的時候 我們Alan Iverson呢 就是穿著這一雙鞋子 帶著76人隊 費城76人隊呢 打進了總冠軍 除此之外 我們Alan Iverson呢 在當年的球季呢 也贏得了最佳球員MVP 所以這一雙鞋子真的是來頭不小 而且OMG 同學們 ANSWER這雙鞋子真的不是在開玩笑 之前呢 我也有給你們介紹過 BLACK TOE那雙 ANSWER 對不對 那同學們 如果對這雙鞋子真的不夠了解的話 再記得回去老師以前的鞋皮 去做一下功課 哇靠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這次新發行的這個ANSWER4呢 他的這個鞋墊 竟然有我們Alan Iverson 他的這個刺青的這個圖像 所以呢 這雙鞋子真的是超多超多細節 再次再次感謝我們的REBUCK台灣呢 寄這麼經典 這麼傳奇的球鞋來給老師 而且這是更新版的 所以呢 OMG 我真的是超級興奮的 等不及呢 將他穿出去 再來 我跟你說 其實下面還有一雙ANSWER 但是這一雙ANSWER呢 我還不太想要跟同學們 就是公佈 不過台灣已經有發行了 在我之前的IG專頁呢 也有跟同學們 就是分享一下 這雙鞋子的整個造型 不過呢 今年暑假 老師有一首新歌的MV 我就是會穿著這雙鞋子去拍 哪一雙鞋子呢 我們的WAHOO 大概給你們這樣子看一下 同學們看到那個配色 應該也知道這是哪一雙球鞋 好不好 另外兩雙 其實我非常的興奮 怎麼說呢 因為這兩雙是來自我們Alan Iverson 另外一雙非常經典的簽名鞋 也就是Question OMG 我們的Question 竟然現在有D銅版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帥氣 而且呢 這隻還出Green Toe的這個配色 為什麼我會對這個配色特別的喜歡呢 因為呢 Green就是代表我們西雅圖的顏色 再加上你看 它這個Translucen Also 整個鞋底都是這種透明膠底 真的是帥到都出水了 噢 噢 等一下要去擦一下 不過真的是 超級超級帥氣 而且呢 現在這個材質 真的用的不是在開玩笑 非常非常的軟油 同學們 我真的很鼓勵你們 不要常常只看一個品牌的球鞋 好不好 我跟你講 多多跨足不一樣領域 不一樣品牌的球鞋呢 會讓你們呢 就是在穿搭上面 更精彩更豐富 好不好 其實有很多的品牌呢 真的都非常多的故事 比如說像我們Question 或Answer 這些鞋子呢 就真的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所以同學們 記得去追蹤一下 好不好 Green Toe其實蠻搭我的滑板 你看 是不是 唉唷 可以耶 有沒有 你看我滑板的新輪子 跟我們這個鞋子的鞋底 真的是非常非常搭 好騷喔 我的媽呀 除了我們的Green Toe以外 我跟你說 好像聽說是 我們台灣呢 這個星期五才發行的一雙鞋子 其實我很早就收到了 哪一雙鞋子 也是一個 我們Question 低筒版的 但是這一雙也超級帥的 什麼版本呢 就是 Grey Toe Oh man 我們的Question Grey Toe 低筒的 也很帥 而且這個灰色的地方 是用這個Pattern Leather 真的是好帥好帥 我真的沒看過Question 這麼帥 這麼clean 這麼鮮的一雙鞋子 而且再一次講再一次 我們的鞋底 也是用果凍膠底 非常非常的正點 Once again Shout out to my favorite iconic Basketball legend 也就是Ilan Iverson 哇 我跟你講 講到Ilan Iverson 真的有太多 太多的回憶了 所以呢 這雙鞋子呢 真的是超級超級帥氣的 But anyway 再一次感謝我們的Rebok台灣呢 這麼大方的 寄這幾雙鞋子來給老師 然後呢 也等不及呢 將我剛剛沒有跟你們 完全開箱的那一雙球鞋呢 穿在我下一首歌的MV當中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雙鞋子到底有多燒氣 好不好 同學們 再次回到正題 也就是呢 我已經將我這台G63開了一年了 那在這一年當中呢 我覺得它的優缺點到底是什麼 然後如果呢 再讓我做一次決定的話 我會不會做一樣的選擇 去選擇這台G63呢 等一下也會跟同學們 大概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不過在我每一次講一個東西之前呢 我都會先從這個東西的缺點開始 所以呢 我們先從這一年當中呢 我擁有它的時候 我覺得我最不喜歡它的哪幾點 好不好 第一點當然就是呢 我們這一代的G 絕對沒有比新一代的G來的舒適 不管是它的懸吊的部分也好 或者是說它整體的操作手感也好 這一台G絕對沒有我們現在新居的這種操作手感來的舒適 那這也是這一台G的最大的一個缺點 也就是說呢 它的整體的操作手感 還有乘坐的這種感覺呢 就是非常的bumpy 也就是說呢 只要有一點小小的困難對不對 馬上就會感受到了 但是其實說真的 當你擁有久了 當你每天都將這台車子拿出來開的時候 當你把它當作是日常用車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你也習慣了 所以現在呢 如果開到一台車子沒有像它這麼的 就是會晃動的話 其實說真的我也不太習慣 那說真的 它的這個懸吊設計是為了符合 就是說那種有沒有 我們在越野的時候呢 讓整台車子 讓操作者可以真正的感受到 路面上的這種凹凸不平的感覺 所以呢這也就是為什麼它的懸吊是這樣子的設計 第二點呢 我不喜歡的就是它的後乘座 好不好 我們的後乘座的座位其實比較小一點 那說真的 G的這個整體的長度 跟它整個這一種有沒有 面積其實蠻大的 但是不要被它這個大面積的感覺 被騙去 其實它的後乘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 那其實在我購買這台車之前呢 我就已經有把這一點考慮在裡面 因為呢 說真的 平常開這台車載的也就是師母跟小孩子 那小孩子還趁他們還矮矮小小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他們那個空間對他們來講 綽綽有餘 其實新款的G的這個後面的乘座位置 也沒有大到多少 好不好 我已經開過也坐過了 真的也沒有大多少 所以呢 我覺得如果未來呢 賓士又要再做一次 這個我們G又要再做一次改款的話 我真的覺得後面的這個乘客座位 可以再做大一點 好不好 再來講到我們這台車子的另外一個缺點 當然就是它的油耗量 朋友你們哪給你這台車子 我跟你講 它那個吃油耗 它在吃水好不好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誇張 那幸好老師呢 平常其實很少用到車子 那天氣好的話呢 也都是騎摩托車出去 所以呢 也很少用到這台車子 而且現在油價又慢慢 又開始在上漲了 對不對 所以說真的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不過說真的 你開這台車 對不對 你已經開這台車 在乎什麼油錢 努力一點賺錢 對不對 因為這個油錢也是給你一個動力 讓你更加努力的賺錢 你才有辦法繼續開這麼帥氣的車子 對不對 其他的一些部分呢 就是內裝 我們內裝當然沒有像我們的新的G 這麼的漂亮 這麼的多功能 對不對 比如說像最簡單的一個自備架 我們這台G就沒有 那還好有之前我的贊助商可以提供我們這個自備架 我之前也有跟你們介紹過 所以同學們 想要看一下我在這台G 這一款G上面賺了什麼自備架 記得在我們影片上面的這個連結去看一下 那原則上擁有我這台G63 近一年的這個時間以後 真正我真的要挑股的就是這幾個而已 說真的 第一當然就是它的這個舒適度 沒有像我們新G來的這麼的舒適 第二當然就是它的後乘坐的這個空間 乘坐空間 雖然現在乘坐我這大部分時間 乘坐我這台車子 是我自己家的小孩子 完全沒有差 但是呢 還是有點小 而且新G也沒有大到多少 好不好 所以對我們這種長腿的人來講 真的是還是有待加強一點 那第三個缺點就是它的油耗量 真的是蠻誇張 因為我看別人的V8也沒有吃油 吃得那麼誇張對不對 再怎麼誇張 還是比一些超級跑車來的省一點點 省一點點 所以呢 真的也不是人叫B給退 那最後一點當然就是這台車子的內裝 其實它的內裝有一些基本元素 應該是可以改上或加進去 比如說像我剛說的自卑架 這就是一個非常基本需要的東西 但是呢 在這代的G就沒有想到這一點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個絕對絕對是它的缺點 好不好 好了 那選完了以後呢 現在我要來講一下 我今年擁有它 擁有它一年以後呢 我最喜歡它的哪幾點 其實有非常非常的多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第一點 當然就是這台車子的保值度 我跟你講 我這台G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誇張 我不知道全世界現在的局勢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呢 我這台G竟然已經爭執了 怎麼說呢 就是有一天我回去經銷商拍這個影片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經銷商業務員就說 你這台車子有沒有賣 我就說 為什麼要賣 這台車子我現在賣應該會虧錢嗎 他跟我說 虧個屁啊 他說你買多少 我就跟他說近10萬 他說什麼 你才買這樣子的價錢 我說對啊 然後他就說 這台車子現在基本上呢 已經漲了我當時買的1萬塊 我真的嚇到 我真的沒有在騙你 其實在很多的這個賣車的平台當中 你可以看到我這個同年份 2016年的這台G的這個價錢呢 慢慢在漲 而且呢 每一台的這個里程數 都還比我的里程數來得多 我當年買的里程數只有3萬多 跟我同年同款同配色的這個車子 還比我的里程數高 都賣得比我當時入手的還貴 我就覺得真的是他媽的超級誇張 所以呢 也代表呢 這台車子呢 基本上非常非常的保值 也就像那時候師母說的 你要買的東西應該是要買經典一點 那我那時候聽了的話 基本上這台車子 我如果現在要賣掉的話 我還賺錢好不好 但是呢說真的我捨不得賣啦 因為已經開始跟他有感情了 再加上呢 現在已經要讓他進場去做一些不一樣的改裝 所以呢 再讓老師留一陣子好不好 再讓老師留一陣子喔 第二個我最喜歡他的其中一個原因 當然就是他的這個造型嘛 對不對 同學們 我跟你講 講到G的造型 只要Pull Up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會多看一下 那個車子裡面的這個人是誰 對不對 再加上我自己這台是原廠的消光黑 所以這台車子的這個顏色呢 也非常非常的保值 我不知道同學們知不知道 來我們現在這個太陽這樣照一下 對不對 老師的這個消光黑 其實在某個角度看呢 是有點綠綠的感覺 他是有點綠綠的感覺 我不知道我攝影機有沒有辦法拍出來 但是呢 我這台車子原廠的烤漆呢 基本上呢 對一般來講看起來是消光黑 但是當你拉近的時候 他有一種墨綠色的感覺 所以呢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這麼喜歡 2016年這一款消光黑的這個塗裝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帥氣喔 不過同學們 講到外型好不好 講到外型 其實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會這麼喜歡這台車子的其中一個原因 講到我們的新G跟我這一代G 如果把這兩台車子這樣子拿起來比的話 我個人覺得呢 我們這一代G的這個外表 真的霸氣多了 真的不是在開玩笑的 新G來講 對沒錯 你遠遠看好像看起來沒有什麼變化對不對 但是你近看的時候 我感覺好像少了一點什麼 真的很喜歡新G好不好 新G的內裝這個非常非常的吸引我 但是呢 說真的我覺得他的外表 新G的外表 真的沒有我們這一代的G來的霸氣 所以我個人就覺得呢 這一代的G絕對是最好的一個平台 來玩一些花樣對不對 來叫他變一些花樣 一定會非常非常的酷 講到我們這台車子的這整體的結構 不只非常的堅硬以外呢 其實呢 我們這整台車子 這種有沒有off-road的性能表現 也非常非常的好 我之前有在一個影片當中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載我們家的小孩子出去玩雪 對不對 那雪真的是非常的誇張 已經是好幾尺這麼高 但是呢 老式的G竟然沒有卡在上面以外呢 我還可以在這個雪上面呢 就是非常自如的這樣子跑來跑去 真的不是在開玩笑 所以這台車子的重量呢 加上他整體的結構 真的讓整台車子的這種越野性能呢 提升了非常非常的多 另外一個重點呢 當然我很喜歡這台車子 就是他非常的高 他的整台車子的車高 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整個視野 讓你感覺就是很有安全感 就整個就是好像你這樣高高在上的感覺 你從這個窗戶看出去的時候 真的是高高在上 完完全全的看到整個前面的路況 而且你基本上在每一台車子的上面 那種感覺真的還蠻不錯的 所以呢 我們這台G的整個視野真的是 超級超級正點 也是我非常喜歡這台G的其中一個原因 最後一個我很喜歡他的這個重點 其實呢 同學們應該會覺得說我在背後藍 對不對 雖然我很喜歡 很喜歡新G的這種操控的手感 對不對 因為新G的這種操作手感 基本上就很像你在開一台賓士的S-Class一樣 非常的清雲 非常的好操作 對不對 但是呢 說真的 也因為這樣子 我就覺得好像少了一點什麼 personality 少了一點character 也就是好像少了這個靈魂 對不對 我覺得新G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真的啦 我未來也希望可以再入手一台新G 但是呢 這台這個手感那一種roughness 有沒有 就是那一種非常原始的這種感覺 這種手感呢 真的會讓你覺得說 感覺你真的是在駕馭一台野獸 一台坦克車 我覺得那手感呢 是一般的這種有沒有休旅車 沒有辦法複製出來的一種感覺 也只有我們這一代的G呢 才有這種手感 那這種手感呢 說真的 對 Either you hate it or either you love it 那因為呢 我已經擁有它一年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已經習慣了這種手感 這種操作手感 非常rough 非常原始的這種操作手感 已經非常的著迷了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叫我突然換到新G的話 我還會真的不太習慣 說真的 那回到呢 老師影片最當初呢 問自己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今天再讓我選擇一次的話 我會直接等久一點 錢存夠了以後 再去買新G呢 還是一樣會在當年 在去年這時候呢 花錢買這台呢 答案是 我還是一樣會買這台 我跟你講 這台車子真的太有個性了 不只它的操作手感 很有個性以外 它的整體的外型 我跟你說 你只要這台車子 我說真的 這台車子每次只要我停在路上 或者是我開過去的時候 沒有人就是不多看它一眼 對不對 雖然有時候會被一些不懂車的人說 哇 你這台吉普車好帥喔 那個 被他們這樣講的時候 真的是有點賭藍 對不對 但是說真的啦 這台車子的整體的造型 整體的手感 整體的這種設計呢 還是一樣 非常非常原始 非常有這種G該有的一些性格 好啦 同學們感謝你們今天的收看 然後我也知道 我們台灣其實也有 非常多這個G-Class的車主 那剛好如果今天呢 是擁有這一代G的這些車主呢 你們看到 我今天分享的這些想法 如果你們跟我一樣 有同樣的想法的話 記得也在我們影片下面給我一些認可 好不好 好 這次看音老師 感謝你們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欸 下次真的就不一樣囉 下次就真的不一樣囉 好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嘿 拜拜 立刻 你 Sal 我說 praise 聞 equipment 你看 biom